在去年底举办的 遗祖国中篮球联赛中 桃园建国国中男子篮球队 再度蝉联桃园市冠军 接下来他们将在寒假展开特训 为三月征战北区复赛做好准备 目标进军全国为桃园争光 在今年110年三月份呢 我们即将代表桃园市来参加北区的复赛 那这个比赛呢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目前都在紧锣密鼓的加强训练 那希望在今年度三月份的一个北区的联赛呢 有很好的表现之后呢 可以顺利的进军我们的全国赛 先前在预赛八强赛时 球队曾遭遇行动迅速的对手自强国中 因而陷入苦战 所以在寒假的特训中 教练与队员们都希望强化防守和体能训练 提升队伍实力 我们希望把体能练好 然后待北区的时候就可以打比较久了 我觉得我们那场防守算蛮积极的 可是三分线没有出来 所以要把握住 有些空档要把握住 还是要继续加强防守 因为北区的对手就比较不一样 可能速度都比桃园的还要来得快 比赛我们基本上是以防守为主 那把孩子的对抗性增加起来 其实让对方的进攻没有这么顺利 反而我们的进攻就会更比较顺利一点 然后我们用攻守转换的方式 然后用快攻去换取分数这样子 然而目前适逢桃园疫情紧张 导致多场外线式的友谊赛被迫取消 教练林玉伟很是无奈 之前是都有做友谊赛的安排 但是因为刚好疫情的爆发来太急了 所以大部分的友校都不敢到我们桃园来进行友谊赛 其实有点困扰 但是其实我们这边同学基本上就是 他们进学校就是会有量体温 然后戴口罩 然后勤洗手 其实我们在防疫这块是做得还蛮相当确实的 建国人 建国地 有来自学校与家长会的支持 以及绝佳的团队默契 期盼这群篮球小江们 能突破全国第五的最佳队史记录 继续为校为桃园争光 记者刘雨婷 桃园报导